我們來看一下你用3D設計還有什麼樣的打動方式 自然不只打動,你也可以加模型進來 各位還記得我們上禮拜有跟大家分享的 基本的3D設計的使用方式 那你預設進來都是一個地方體 請問可不可以用別的? 可以啊 假設你要做鑰匙圈 你不見得要用這個啊 你可以有空的 好,那如果我以這個先用標準的進來給各位看一下 好,那你進來這邊之後 我先把上面打掉好不好 我先把上面打掉一些 我用這個,還記得嗎 我們那個S軸Y軸的這個檢測 你如果假設我只要留這個平面 那我就把上面留著 我就直接進到這裡對不對 對啊,按下去這樣就留這裡 這樣了解齁 好,那我現在這裡留下來的 如果你還要加其他圖形行不行 可以的 你來這邊按下去 你看 我們這裡有這個工具 有沒有看到有這個工具 也就是說他現在模型 除了他原本那一個 你也可以加入一些基本的模型 也可以怎麼樣,像我們剛剛一樣去外面找 找外面的模型再拿進來也可以 好,所以我就點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些基本的模型跑出來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還需要 比如說我還是要一個圓柱形 我需要一顆球 一個三角錐 就從這邊 如果你要從外面的模型進來就從這裡 好,那假設我需要一個圓柱好了 你看像我們現在這個範例裡面 我要做這個 請問需不需要好幾個東西 要有什麼 要有這個 還要有一個圓 半圓 還要有圓柱 讓它翻過來之後 後面還是什麼 還有那個 對啊,還有打掉 所以我就分成好幾個部分 所以我就利用顏色把它分成幾個部分 這樣你再看有沒有比較準一點 所以其實我們上次有跟各位分享過 有這個油系統 油系統除了真正拿來上色以外 也可以像這樣就是做不同的顏色 所以我這個就需要比較精準一點 那你要比較精準一點的話 你看 如果你要打一個圓 就是加一個圓進來 要打成一個圓 總不容易 不容易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我剛剛已經有了 我再加一個圓柱進來 按一下 有沒有一個圓柱跑進來了 那它因為預設是紅色 紅色沒有關係 那你在圓的這個角落 不同的角落 你會發現它有不同的箭頭的方向 如果你是這樣子的 是不是上架的 擠壓的 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你是這個的 就是等比例的 三個軸向一起等比例的 如果我在這邊 有沒有就只有這裡了 但是呢 重點是你要會看它的尺寸 在哪裡有 在左上角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有尺寸 所以你在拖曳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的尺寸是多少 所以你看 假設我要留7 你看我就留到這邊 有沒有 這0 6 還不夠 再過來不夠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的這個東西 來看一下 如果你要達到7 可是因為我現在是用1 可能做不到的話 你就必須要用小一點的 用小一點的 好 在這裡 圓柱再重新叫進來 好 高低 點到它 高低拉一下 再來 左右 拉拉拉 有沒有 這次可以做 有沒有 6 7 8 是不是都有 對不對 像這樣子 那我再從這一邊 不要忘記了 你可以轉一邊 好嗎 拉拉拉拉 拉過來 變成7 7 過頭了 過頭了 好 這樣有沒有一個 就看你要多大 那麼如果是斜角的 就是等比例的 有沒有 大家一起長大 就大家一起長大 所以 你要多高 多低 就像這樣子 那你可以像這樣子 我就可以來 放進去 放進去 如果你好了 我就可以直接打鍋 這樣外面 模型是不是加進來了 你可以用這個箭頭的工具 就可以去移動它 像這樣 點到它 有沒有 預設是不是移動 跟我們用那個 用那個什麼工具 投影機工具 很像啊 你就可以自行移動 看要移到哪裡 這樣 有沒有了解這個概念 不過有一點要了解一下 就是 它 今天我是不同原色 對不對 如果你跟它下面一樣 是白色的 當你碰在一起的時候 它們兩個就黏在一起了 我現在是不一樣的 現在是不同原色 所以我碰在一起 還沒有關係 你看到這邊 我現在是移動工具 剛剛是縮放 我現在變成移動工具 移到這邊來 有沒有都可以放下去 你看 這樣放下去 可是當我放好之後 再拉上來 你會發現 等一下 我放到這邊 好 我們先轉轉看 如果沒有問題 在旁邊點一下 表示確定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時候我把它拿起來 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就打動了 有沒有發現 但是前提是 你要顏色不一樣 顏色一樣 你就拿不起來了 它就合在一起了 所以 這樣 有沒有簡單 對不對 所以你需要怎麼 就好像 你有蓋過那個糕餅吧 蓋個 在上面蓋個中秋月餅 再一個什麼印有沒有 它就凹下去了 你就放下去 看你放多深 它就凹多少 這是一種方法 那另外一種方法 是這樣子 你也可以 比如說你要 這個 一樣我用圓柱好了 好 我還是把它稍微縮放一下 你就看你需要的大小 你需要的大小是大概多大 好 我這邊也稍微拉一下 20 這邊 20 就是你要做比較精準的 就是用比較小的 好 那我先把它移過來一點 移過來 好 再移下來 就是你確認好 就是你確認好 那如果呢 你這一塊其實是不需要的 其實我在這邊 不用打勾就可以了 你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一個狼頭 如果你確定 我就是要這樣子 你就直接敲下去 有沒有 這一塊就敲掉了 跟我們之前用投影機去敲 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 你這邊你想要敲 某些形狀的時候 其實你是可以這樣做的 這樣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像我們要做鑰匙圈 要不要有個孔 你是不可以用這種方式做 好 那這個是 我們 在這個 範例裡面 第一個要跟各位介紹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打動 或者是加模型進來 那第二個呢 就是 這個 你有沒有發現 我有塗一個這個藍藍的 因為 你如果 看我剛剛那樣子 我要對齊 其實不好對 也就是我也不知道我現在放到哪裡 你了解我意思嗎 我如果說 我要移動過來一點 欸 這樣子我不知道大概移到哪裡 看不太出來 所以呢 其實我們的油漆筒 在這裡 應該說噴漆啦 噴漆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我用別的顏色一下 我用這個顏色好了 噴漆呢 假設我噴二 兩個 再大一點 好 這樣子 噴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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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人家噴到了 Muck 倒退一下 轉這一邊 才不會噴到人家 有沒有 那我 用了它噴漆 其實我不是真的要上色 我只是為了什麼 我移動的時候 是不是就有一個依據 我這樣再看 有沒有比較知道 我會對到哪裡 所以你可以用顏色來當作是一個 參考的指標 因為它本身其實 沒有那麼精準 所以我需要一些輔助的工具來幫助 就可以用這樣子 所以你看 我這樣子有了之後 下面我就可以打動了 你看我們要做這個 下面要不要打動 有沒有 我有打動 所以 這個是比較需要技巧 因為 你的這個模型 如果不準的話 很抱歉 當你兩個印出來之後 就是拆開了 沒有辦法合起來 因為是熱高積木嘛 對不對 除非你是做一體成型的 那不然的話 你要合起來就會比較困難 這樣有了解了 所以 這個範例主要是告訴你說 我是用這個方式去做 那請問要怎麼取得半圓 你覺得要怎麼取得半圓 半圓就是圓 加在一個方形的橋梁 這樣了解嗎 有玩過那個叫做 叫做什麼 交集聯集插集啊 FollowShop我們在選東西 不是有交集聯集插集嗎 對不對 跟那個道理一樣 所以 我在這邊 如果你要 這樣子 以這個來講 我先把它 像這樣 我就再加一個 立方體 好 進來了 那 通常我會選擇不一樣的顏色 這樣 比較保險 好 你先找找看 記得喔 盡量不要放這樣子 因為這樣 一放下去 它就敲掉下面了 所以我會把它 來 先拿上來一下 稍微拿上來 轉一下 好 然後再拿過來 到它 到它 一半 到它一半 有沒有這樣 對不對 你超過沒關係 因為我只是要把它 敲掉而已嘛 這樣 有沒有一半 所以榔頭 不要客氣 這樣會了嗎 這樣 一人一半 感情比較不會散 可以喔 好啦 給你先玩玩看 好不好 這是跟我們以前講的 那種方式 不一樣的 那種方式